既然市場長期向上 為什麼不直接長期持有槓桿ETF呢? 在過去10年長期持有原型為市值型的槓桿ETF 像是SMP500指數的兩倍槓桿的SSO 三倍槓桿的UPRO 都能輕鬆打敗指數和勝過一倍的原型ETF 再來我們看看追蹤納斯達克100指數的兩倍槓桿QLD 和三倍槓桿TQQQ 更是誇張年化報酬嚇死人 台股的話 元大台灣50正二00631L 自從上市成立以來的總報酬 也是完全碾壓0050 在過去10多年的大牛市中 長期持有這類型 有長期向上趨勢的槓桿ETF 即便遭遇到今年的熊市 報酬依舊相當亮眼 基本上什麼都不用做 躺好 投資績效就已經贏過 市場上絕大多數的投資人了 那為什麼槓桿ETF 給人的印象好像非常差呢 大多主張槓桿ETF 不能長期持有的論點 通常都是以波動率耗損的問題為出發點 假設市場第一天上漲5% 第二天下跌5% 此時每日再平衡的兩倍槓桿 會有1%的耗損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 即便是1倍槓桿 也會有0.25%的耗損 也就是說波動率耗損 並不是槓桿ETF 獨有的特性 在1倍的圓形ETF當中 也存在這種情況 只是槓桿ETF會特別放大耗損 很多人沒提到的是 槓桿ETF每日再平衡的極致 在某些情況下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假設1倍的圓形ETF連續4天都下跌10% 最後會有35%的虧損 此時3倍槓桿的虧損是76% 遠低於35%的3倍 如果沒有每日再平衡的話 槓桿投資組合則會有105%的虧損 再來如果換成連續4天都上漲10%呢 1倍的圓形ETF會有46%的報酬 此時3倍槓桿會有186%的報酬 比46%的3倍高出不少 簡單說就是 當市場連續上漲的時候 槓桿ETF每天都會增加對股市的暴險 會漲得更多 當市場連續下跌的時候 槓桿ETF每天都會減少對股市的暴險 會跌得更少 但是最糟糕的情況是 如果遇到市場反覆震盪漲漲漲跌跌的時候 則會不斷耗損拖垮報酬 所以另外一派 主張槓桿ETF可以長期持有的論點是 只要市場報酬 長期負利向上 足以米平波動率耗損 和相關的費用 槓桿ETF就可以長期持有 進而創造出 驚人的長期投資績效 這類型的槓桿ETF 能不能贏過相對應的指數 取決於三大要素 第一市場每日的波動幅度 第二市場報酬的速度和幅度 第三槓桿倍數 那麼第一種情況 如果波動率低 槓桿不高 或是市場快速上漲 即便有耗損 槓桿ETF的表現 還是會贏過 一倍指數 第二種情況 如果波動率高 槓桿過高 或是市場緩慢上漲 槓桿ETF 就會因為波動率耗損 落後一倍指數 在過去10年 美股和台股的大多頭中 第一種情況 已經實現了 這種連續不斷上漲的牛市 足以讓兩倍和三倍的槓桿ETF 跑贏一倍的指數 也足以讓三倍的槓桿ETF 跑贏兩倍的槓桿ETF 確實 長期持有槓桿ETF 在特定的市場情況下 能帶來非常驚人的 長期投資報酬 但是在將來呢 會是第一種情況 還是第二種情況呢 好問題呀 從這個簡單算是 各位可以發現喔 當槓桿倍數 呈現性成長 增加對市場曝顯時 波動率耗損 則會呈平方逐漸擴大 當一倍槓桿 變成兩倍槓桿時 對市場的曝顯 變成了兩倍 波動率耗損 則會變成四倍 開到三倍槓桿 波動率耗損 則會變成九倍 相信聰明的各位 肯定發現了 槓桿倍數和波動率耗損 這兩者之間 是一個取捨的關係 其中勢必會存在一個 最佳槓桿倍數 傳統觀點認為 一倍槓桿 是投資人較佳的選擇 但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 最佳的槓桿倍數 可能是0.5倍 1.2倍或是2倍等等 不太可能 剛好是1倍 就像影片一開始說的那樣嘛 在過去10年當中 如果投資人對那些 熱門的兩倍或三倍 槓桿ETF 使用買入並持有的策略 績效很明顯會優於 一倍的買入並持有的策略 根據這篇專門研究 槓桿ETF的論文 回測期間長達百年以上 作者發現 在大多數的時間下 因為市場行情和走勢的不同 最佳槓桿比例大概是在2倍左右 儘管在某些時間段 像是過去10年 最佳槓桿比率高達3倍 但要小心的是 這並非市場常態 論文也指出 一倍槓桿 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 沒有任何數學上的理由可以說明 報酬會在一倍槓桿之下 突然趨於平穩 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 隨著槓桿增加到2倍以上 不斷上升 此時波動率耗損會成平方逐漸擴大 投資報酬率最終會被拖垮 再來經過一些嚴謹的數學分析 作者證明出了最大槓桿k的近似公式 k等於mu除以sigma平方 市場或指數的平均每日報酬 除以市場或指數的波動率的平方 這公式也符合我們影片前面說明過的所有觀點 但是因為未來的市場報酬和波動性都是不確定的 沒有人能知道將來的最佳槓桿倍數會是多少 像是如果遇到了過去表現相當 淒慘的日本股市那樣 最佳槓桿比率會是0.5倍 不過作者表示 只要市場有足夠的報酬 來克服波動率耗損 槓桿ETF 就可以長期持有 對於最近的大多數市場來說 最佳槓桿比率大概是兩倍 在某些的市場和期間下 會特別獎勵三倍槓桿 但幾乎沒有任何的市場 會獎勵四倍槓桿 如果遵循歷史經驗 兩倍槓桿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透過一倍的圓形ETF 再搭配兩倍或三倍的槓桿ETF 或是加入現金配置 我們都可以將槓桿調整到任何我們想要的比率 當然你想要超過三倍也行 可以再通過其他的方式 像是借錢或是使用期權來達成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投資人 都是以小於一倍的槓桿來進行投資 因為並非全部的資產 都投入到市場 如果單從論文的實證結果來看 這樣的投資報酬 並非最佳 因為槓桿比率過低 但在真實的投資世界當中 相比一倍的圓形ETF 投資槓桿ETF 真的會比較好嗎 現存最古老的槓桿基金 是在1997年推出的 ULPIX 和SSO非常相似 是S&P500指數的兩倍槓桿ETF 有著最多的真實歷史數據 自從1997年成立至今 ULPIX 持續跑輸 S&P500指數 這間接強化了 即使是兩倍槓桿ETF 也不應該長期持有的論點 這時候 主張槓桿ETF 可以長期持有的人 會提出兩個相反的論點 第一在1997年 推出沒多久 就遇到了2000年的網路科技泡沫 市場連續大跌三年 緊接著又遇到了08年的金融海嘯 這樣就等於在1997年 對ULPIX 進行單筆投入 這對於槓桿ETF來說 根本就是最糟糕的時間點 任何槓桿投資組合遇到這種情況 都會快速落後指數 需要很多年的時間 才能逐漸恢復 第二 每個人的投資生涯 都會將不斷賺來的收入 定期投入到股市 如果回測改成從1997年開始 每月定期投入100美元 至今 那麼ULPIX 大概在2016年附近 就會開始持續 跑贏 SMP500指數 直到現在還是具有明顯的優勢 為了避免 靜音偏誤 我們還是得查看更長遠的歷史數據 根據 多隔頭一篇專門探討槓桿ETF的研究 作者利用滾動報酬 讓我們能看到更多的真相 作者模擬了SMP500指數的槓桿ETF 在1955到2019年滾動20年期間下的不同表現 結果發現一倍原型的平均年化報酬是10.2% 讓人跌破眼鏡的是 兩倍槓桿同樣也是10.2% 三倍更少是8.5% 而且和槓桿ETF造成的劇烈波動和最大跌幅相比 風險報酬比可以說是非常難看 再來我們看看定期投入的績效 假設每月投入1000美元 金額隨通膨調整 滾動20年的績效會比剛剛好上不少 相比一倍的原型ETF 兩倍的槓桿ETF的勝率大概是一半 三倍槓桿只有三分之一 單從報酬分佈來看 槓桿ETF會讓最終報酬的離散程度 變得更加巨大 也就是說槓桿ETF的加強曝險 的確能讓預期的平均報酬變高 但結果會是很強的正偏態分布 是高風險的一種體現 就像是買彩券那樣 運氣成分很高 還有就是像前面解釋過的那樣 槓桿ETF會放大市場到底是怎麼走的風險 同樣是過去10年 走的好會像是美股和台股 走的差會像是非美已開發市場 新興市場和日本股市 不確定性極大 當然如果是長達30或40年的持有時間 有研究顯示 槓桿ETF的勝率會高出很多 但我覺得這相當考驗投資人的風險承受度 各位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需要資產配置 就是因為要降低波動性 幫助我們度過市場的起伏 如果覺得自己的風險承受度很高 是個風險愛好者 完全不怕波動 認為100%的市場風險還是不夠 想要承擔更多的風險 試圖換取更高的報酬 那麼槓桿ETF 就是一個可以考慮長期持有的選項 但這不代表要加強暴險 有開槓桿的需求 槓桿ETF就是最適合的工具 因為這不一定剛好符合你的風險偏好 缺點講了不少 但不得不說的是 槓桿ETF的優點也非常明顯 就是可以很簡單就可以加強暴險 有機會創造巨量驚人報酬 而且取得方便 門檻相對較低 生命週期投資法的作者也表示 槓桿ETF 是一個可以利用的開槓桿的方式 最後我做這部影片的目的是想要提醒大家 必須留意風險 要考慮到各種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萬一將來的市場發展不如預期 也能甘之如宜的把投資理念堅持下去 還有槓桿是一把雙面刃 為了追求報酬極大化 以不小心承擔過多的風險 導致心理和情緒上過不去 一切都會變成災難 進行任何槓桿投資之前 我強烈推薦先看完生命週期投資法這本書 肯定會讓你大開眼界 顛覆原油的投資觀念 加強對槓桿投資的信心 我自己看完也覺得獲益良多 我們下部影片見